新的漏洞,所以為什麼現在新一代,他會叫你去更新到最新版 不然你用IE的舊版,你會發現很容易被綁架 以前用IE動不動就沒事 也好像沒有上什麼大陸網站 你會發現很容易,一開起來怎麼都大陸網站呢 而且很多都色情網站,因為他就是 把你的IE的設定給改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在HTML第五代的規範,他就是 不用cookie了 所有東西都幫你存在這個叫local storage裡面 然後最大的空間可以5Mb 其實5Mb可以存太多東西了 如果以那個字數來算的話 1Mb大概可以存50萬個字 5Mb的話可以存250萬的字 因為他換算是 一個中文字兩個By raison 兩個By raison換算下來的話 1Mb就是50萬字 所以5Mate的话可以放250万个字 250万字你在App上面可以放多少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不用担心说有那个容量的问题发生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Local Storage一定是一个Key Key代表就是它的 这东西的什么 一个ID一个名称 有点像你们的学号 你们学号叫什么 后面就是你的名字 主要是你是取的名字 那这个ID 通常是不能重复的 就是一个Key Key的话就是唯一的 然后Value的话就是里面的资料内容 所以一定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所以通常是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反正对应的关系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怎么样呢 要储存的话 特别重要 其实各位要能够知道就是两个 一个是存资料 一个是读资料 所以呢 在那个无论是Java或者是其他的城市语言都一样 一定会有一个set set什么东西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item 是一个项目 所以set item 对不对 set item 然后呢给它一个Key 比如说地标1 value是什么呢 比如说潮进公园 对不对 那这样子它就帮你把它存一个 存一个地标进去了 以后的话你读取的时候 读什么地标1 它就帮你读 哎你存 知道怎么存 对不对 谢谢大家